就你们说为什么现代人力气都这么大呢 就我在大厅穿的暴露一点 等着有些人跑过来找我贴贴 妹妹你怎么穿得这么烧啊 我男的 凑你 一个男的穿这样干 傻逼 就有时候一个人上网真的挺想报警的 就玩游戏这么多年 当着这么多年博主就发一个事啊 那些喜欢攻击别人的人里面 有的是特别普兴的 有的呢 是那种特别自卑的 就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前者就好像你那工作或者上学时候 加上的800年没联系过 躺在好友列表不知道什么地方 长毛那种人 突然哪天遇到什么事 需要钱了就过来找你了 你不帮吧 他就开始跟你谈感情 然后你在大脑里面飞速搜索 也没想起来什么时候加上了这么个玩意儿 好好好 原来这点小忙你都不帮 是我看错你的 不是你结巴谁啊 我们很熟吗 就女孩子接受这种玩意儿会比较多啊 在吗妹妹 看看照片 或者说刚认识两天 就要拉你出去喝酒 一拒绝就要道德绑架你 或者刚加着好友就各种甩他那细口身材给你看 我但凡有这些人一半自信 我出门 那都不用再走下尾道了 我那么跟那忍者深规一样 就只能活在互联网 这个硬颈盖下面 就这种人啊 他是极度自私 毫无同理性的 就他们会下意识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 别人都是NPC 自然就不懂 也学不会尊重别人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问就是 我也是做过女人的 然后另一种人 就很好理解了 一句话概括就是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在自己的段位 或者说朋友之间 属于是打的比较好那种 当然也好不了太多 就只好一丢丢那种 一旦自己学过什么新东西 就觉得自己不得了了 看自己身边的人 或者说野派的队友人 就开始不爽了 只要抓着别人一点点失误 就可以开始疯狂抨击别人 天天可能自己骗自己 想让自己多牛逼多牛逼 打不过别人 都是因为这个内阁的 就不是说什么 这版本叉叉英雄太厉害了 你要不是拿他 我就打过了 或者说 刚落地没假 就上去跟别人打 然后别人当他们捡了个假 他就开始觉得 别人不讲武德了 我都没穿假 跟你打 你怎么能拿假呢 不是几乎哥们 只要是游戏规定范围内允许的 我哪怕当老六把你溜死了 那也是你运营上有问题啊 是你压根就没想到这一层啊 你凭什么骂我呢 不过这种人出现 最多的场景是三排 各种压力队友 自己想干什么也不说 自己上去打人没打过 直接就是躺那样开麦 狂骂队友 自己骂爽了 马上退游戏 生怕别人骂自己 自己不占领 然后退出去了 还要自己安慰自己 我退游戏 只是不想跟他们这些 没脑子的人理论 是他们对不起我 我做得很棒 换到路人市长 那就是我他们下了班 好不容易有空打两把游戏 野排队友突然暴毙了 然后开麦狂骂我一顿 退了 不是哥们儿你有病啊 总之就是我既骂骂受了委屈 还少了个队友 说难听点 这种人我是真的想一巴掌删死 说白了就是对自己 没有个清晰的认知 自己POA自己 在他们的认知里面 只要自己先开口攻击别人 那自己就是有优势了 别问我为什么这么了解 因为我多少是有研究过 一点心理学的 也接触了太多太多 这种人 反正我朋友里面是没有 但是我朋友的朋友会有 有时候真的很怀疑 他们交朋友的这个品位 相信我家人们 辱骂压力路人 咱顾且不说 如果说遇到打游戏 动不动去压力你 或者辱骂你的朋友 趁早断了这段关系 因为这人的人品 一定不怎么样 内心富足的人 他是一定会富有同理性的 是一定不会因为游戏 而主动骂人的 他会去在乎 也会去修复别人的情绪 你要非说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多 可能是互联网上 攻击别人的成本 实在太低了 现实生活里 他们不能 也不敢随便招惹别人 因为打不过 但是互联网上 骂了你就拉开你 玩自我欺骗的胆子 他们还是有的 然后我要很严肃的说一点 游戏制作出来 是给人玩的 是拿来休闲 拿来娱乐的 不要去听某一小批玩家说了什么 不上分玩什么游戏 不想赢玩什么游戏 怎么 我每天为数不多的娱乐时间 要拿来干什么 也要听您的意见了 这本质上也是一种PUA 只是没有人愿意讲出来罢了 允许强者和弱者同时存在 这才是真正的竞技精神 下面的话呢 说给某些人听 你要真想上分 真想赢 就自己凑三排去 没有任何人默认了野牌 一定要有配合 一定要能抗能打 选了野牌 没打过 掉分的 别叫 想骂人你避着骂脉 没有任何人玩游戏 需要照顾你的情绪 大家都很累 你也别开口来影响别人的心情 你要说实在找不到队友 那野牌遇到了打得不错的人 因为人之间是真的很需要相互理解的 我想也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 野牌就是为了掉分的 有时候就是菜 就是大不过 本身就够委屈的了 还要挨敦骂 就对这游戏良好氛围的营造 是极其不友好的 这些视频讲的呢 可能会比较激进 但是真的憋心里挺久的 真的想把自己的观点输出出来 因为要控制视频的时尚 所以有些地方形容或者表达的 可能不太完整和准确 如果因为这个 挨骂了 那我也就认了 反正跟大家先道个歉 认同我观点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把保护 打在视频开头的弹幕上 来给我点信心好吧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如果觉得视频有意思的话 建议一切三连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是小青 我们改天再见